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人鱼之森》第八话《最后的脸》 这集主要讲述一个女人为了永保青春貌美不停换脸的故事 永泰和真鱼一直奔走在寻找人鱼的旅途中 这天早上,两人在河边遇到一个受伤很严重的小男孩 但是小男孩吃下一包药粉后,伤痕就立马恢复如初 永泰觉得这药粉必定不简单 就向小男孩询问药粉的来历 小男孩却很淡定的说 这是他们家祖传的神药,可以医治任何疾病 听到这话的永泰好奇不已 于是便决定送他回家一探究竟 回家路上,小男孩说起自己受伤的原因 今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叫醒了他 并让他抱着骨灰和坐上一个陌生人的车 男孩有些害怕,就趁着开窗的空档跳下了车 之后两人来到男孩的家中 并得知男孩原来名叫七生 永泰询问起关于药粉的事情 妈妈只解释说,这是他家祖传 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但珍鱼却怀疑这药粉肯定跟人鱼有很大的关系 而就在这时,一个老奶奶走了过来 还责怪永泰把七生带了回来 并拿出一张照片,说照片上的两人才是七生和他的妈妈 但照片上的女人和刚才七生的妈妈根本不是一个人啊 这可把永泰给搞糊涂了 奶奶刚要解释,七生的妈妈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奶奶似乎有些害怕他,赶紧走了 永泰和珍鱼知道,留在这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能暂时离开 晚上他们在餐馆吃饭的时候 向老板娘打听七生家的事 原来在25年前,已对夫妇闹离婚 妻子为了把儿子留在身边 强迫儿子和他一同吃下毒药 后来,奄奄一息的儿子被奶奶抱走 送到父亲与继母家抚养才救回一命 从此,妻子脸上就留下了严重的疤痕 不过这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这座宅院可能早已换了人家 第二天,七生在码头再次遇到了永泰和珍鱼 说话间,那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 七生很害怕 于是永泰便让珍鱼送他回家 自己则去跟踪那个男人 当珍鱼把七生冲到家后 恰好看得妈妈走进了仓库 但过了很久之后 出来的却是另一个陌生的女人 这时候珍鱼想起 这个女人和昨天照片上的女人几乎一模一样 那么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接着女人找到那个绑架七生的男人 永泰抢起来偷偷注视着两人 显然他也认出了这个女人 女人叫男人为七生 而男人叫女人为妈妈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两人才是照片商的七生和妈妈 但为什么妈妈还是如此年轻 而七生却已经长这么大了 接下来这个中年七生 要求妈妈把他的儿子还给他 女人一听男人要抢孩子 就直接把他吞下了后来 永泰健壮赶忙出手阻止 但却是美极憋哑的下场呀 幸好并为伤及性命 永泰忍着伤痛滑下山坡找到了男人 男人说那个女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妈妈 是25年前分别的妈妈 那个女人所谓的七生 其实是她的儿子 她才是真正的七生 那个女人岂不是小男孩七生的奶奶 男人接着说道 25年前被妈妈逼着一起吃下人鱼肉 但她感觉有火烧的灼痛感就吐了出来 也留下了一生无法消除的伤痕 也并没有长生不老 但是妈妈却一直和年轻时一模一样 就在8年前 妈妈突然出现 带走了她刚才2岁的儿子 还起了一样的名字 七生就消失不见了 男人也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而在小七生的家里 真鱼和小七生一起来到仓库寻找妈妈 却发现一块带血的衣角 打开箱子 里面满是血迹斑斑的手术工具 还有一个盒子 里面竟然是一张带血的面皮 这时那个脸上带着伤疤的女人突然出现 对着真鱼举起了斧头 看完这集还是两眼蒙啊 我们来捋一捋 看到后面我们知道 这两个女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只是有脸腹脸皮而已 脸上带疤是大七生的母亲 吃了人鱼后获得长生 由于对儿子偏执的爱 想走大七生的儿子 也取名为七生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究竟妈妈的身上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与之后事 请锁定下期视频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